关于我们图表化展示 那首先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图表化展示这个东西的产生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图文闭茂对吗 或者说一图胜千眼 我们经常在给我们的很多人去看一些数据 他其实并不像我们做研发的 你给他数据或者数据他直接就看得懂的 但是你给他当图片给他一个走势图 他看了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就知道原来我们生了原来我们降了 这就是一目明鸟一图胜千眼 好吧 这里的画图的话 使用了我们是Hatches的这种一个东西 你可以在我们百度里面输入我们的Hatches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你找我们的中文的官方版本 中文的这个版本 你不要去找了一个我们的英文的 英文的你不一定看得懂 这个是官方英文的 这个是我们的中国去的中文版本的 打开它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界面 在这里有一个在线实力点击它 我们使用的Hatches 它的画图方式有很多种 这里面有很多样式图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根据你的场景去画各种各样图 都是可以的 一定可以满足我们的 而我们这里使用的话 就是我们的折线图 点击进入我们折线图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我们的代标识的曲线图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首先来将我们代码如何去使用呢 在我们的index.html里面去引入我们对应的gs 首先你要想使用Hatches的 你就必须要引入Hatches的gs blockgs underblock 这些大家应该都没忘啊 前面学小程序都不需要我们引入的 script或src b2的我们的staticur 在我们给大家的static里面有一个planguage 里面就有Hatches这个组件啊 都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 你们可以从官方下也可以 看那个gs 只要包含进来就可以了 再在我们的 gs文件夹里面新建一个 无限价叫做引代识 然后的话再新建一个gs叫做引代识.gs 这就是专门用来我们写这个页面 gs的 dashboard.引代识.ops document.ready 它里面有init的方法 这里面加我们这个包含进来 就是gsindex.index.gs 把他们后台看看 比较的static写错了 好看看我们gs是不是已经加载进来了 点击gs 引代识.gs我们已经加载进来了 好我们去写一个画图的方法 咱们用来画图就可以了 不需要写疑问条式箱 因为根据所需啊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教条就麻烦了 根据我们官方的提示啊 我们也不需要去 假如说我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将里面的gs代码直接复制出来 我看能不能直接去运行 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好我们进行格式化一次 好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图是否能够直接去运行吗 首先我们的页面不应该报错 好所以说gs是有一个报错的 看看啊 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报错是它指向这个地址 然后我这里直接告诉它为什么报错吗 你看呢啊 它建立这个哈卡的实力化的 所以这个地方填一个容器的标识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哈卡的里面的ID的值 好将慢慢直接复制过来 看效果就知道了 对不对 它就已经出来了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例如说 再将我们下面一个图表也把它渲载进来 是member啊是finance 然后挖下头我们不要了啊 这边也不要因为这个变量我们用不到嘛 然后的话我们去将它的它有轮动我们不要了 我们只要一个值 对吧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了 我给大家放小一点啊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是不是 你可以 你可以两条线也行 一条线也行 然后的话我们将这些什么特殊图片的标识也把它去掉 得到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果机 Y这个地方它是特殊标识的对吧 那我们就是26.5 拔出来就可以了 这是你看到没有这个太阳了 对不对 它就是个正常的一条线了 然后它的markable也不要了 这就特殊这样的一条结果线 这个线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从我们这里看到我们后端如何去返回数据 我看到其他像这些地方的东西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变 什么title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 subtitle都可以去定义 然后X值你只要返回开战瑞的一个 在pad里面它叫做我们的列表 那个外族的话按情况去返回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 tipsnips这些东西 还有它的一些 点的一些词 这些样式图这样的一个过程 通用的话 例如说我们如果不关注的话 它其实里面只有一些词是对我们是有用的 就这两个属性是我们最重要的 其他的属性就不是那么重要 我没有这个样式 它也不会说出现这个图展示不了 或者会死这样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我给大家删掉看看效果 对不对 这就是它正常的一个效果图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想办法 将我们这样的一个画图的东西 将它作为一个公用的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后端返回统一 返回我们这种格式的数据 将它作为一个参数 将它作为一个参数进行返回来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将它做成一个通用的组件 那通用组件怎么去做的呢 我们首先在我们GS里面新建一个恰似的 这个组件就是我们通用的 像是OPS 你发现我喜欢秘密的谁都喜欢加一个下方向OPS 表示操作 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只需要去实现几点 就是它有一个抓Line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抓Line 抓Line是什么 第一个理解有Target 第二个理解有Data 我们只要将它这个结果机构造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机构造出来 然后的话它的写法我们可以换一种啊 机构是HachaChats 然后它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写 我给大家看看啊 用我们的 它的对象的方式将这个词传递进去 然后的话我去个定制啊 几块月的对象 点 Hacha 这样一种方式 把它写 然后直接在Data进行复识 通过一种表象去找到通用的方式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画图的话就可以写一个画图组件 然后他就来完成我们所有画图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就是target点我们的iChat 当然就不需要了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属性之弹 然后的话 他的横桌标组 就是我们的一到这个月份 然后我们把它转化成我们的 data值里面要有一个kater论 这个值返回了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三个月的话我们也不要了 从data里面要返回这样的一个结果集 给我就可以了 你只要给我我就可以帮你去渲染 这是简单的一个 只要到这样的话 还可以满足我们了 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如何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两个我们都不要了 在这里的话我们引入我们的chat点击s 都没这个图了对吧 第一个我们要返回的是我们的会员的订单的情况 第二个去返回的是我们的金融的一些情况 我们无论是什么情况的话 我们都通过我们的阿杰克斯去我们后台请求数据 那这个地方他也有一个通过阿杰克斯下载数据的 也会有的 通过一个阿杰克斯请求数据 然后进行展示这样一个过程 阿杰克斯请求完了之后 他只要能够返回这样的两个对象 就是一个data里面 他有这两个值回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只要想办法返回他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发送阿杰克斯请求 去我们的后端系统 然后请求数据 到那点阿杰克斯 UR我们的common.br的UR到哪里到我们的chat 打细胞的 远去取 然后的datatype是接生的 这个结果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在进行统一的处理就可以了 在我们的webcontroller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chat.py的文件 在controller里面直接建就行了 这个专门用来返回我们画图数据的一个对象 我们的flamour我们的flamour我们的flamour我们的 bluepleet的蓝图 root chart等于我们的bluepleet chart配计 写个打细胞的 然后的话在我们的大达webpbk 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看到你们发送一个网络 请求 恰的请求已经发生到我们后站去了 好 他进行我们的页面返回就可以了 点击这里 我们先返回一个hello 大阿西报的 这个地方的三达门里面斜杠 这个地方没改 好 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来返回我们的他想要的数据就可以了 在这个里面 他首先你无论如何 你要俯规它的规范 它的规范里面有什么东西 按照它的规范将它的data数据返回去 data里面要有我们data的category 以它的sert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结果是一个 sp 它的data 就一个那样的一个结果 rsp 等于我们的一样的code 等于200 message也是操作成功 data是一个支点 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返回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些数据 将我们的会员的相关 全战统计里面的数据返回就行了 它返回什么 一个是会员总数 一个是我们的订单总数 会员总数和我们的订单总数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跟我们的刚才的查询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在我们的引代课点poi里面 它也是查三十件之内的 我们所有的图表对吧 至少都要暂时三十件 不然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取试图的啊 比如说这边 查询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然后是hyper里面的 getfermate data之后的话 然后从我们刷刷表里面取出它所有的数据 那是引入进来 从刷刷表里面取出它对应的数据 最后的话它只要返回它对应的格式的数据就行了 data等于 第一个是 charts里面的getfermate 还有一个是我们charts里面的 charts里面的它是一个列表 然后的话它里面是对象的方式就是通过对象 它在里面是两个 两条线里是两个对象 一条线就是一条对象 它的对象是怎么写的 是我们的 第一个你要有内幕值 第二个你要有data值 它又是一个列表就可以了 我们同时获得我们的会员总数 和我们的订单总数 第二个的话就是将这个地方值填进来 将这里把data值填进来 然后那就进行循环就可以了嘛 if list是存在的 if list for item unist 就可以了 然后是data 点 它只要是个字符上就可以了 然后是append getfermate data data等于我们的item里面的data 然后的话它的格式 这样的年月日期你排就可以了 fermate d%的结果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将所有的日期放进来 第二个是将我们的 数据 data series里面的 0 里面的 data 这进行循环的 拿的是我们的会员的总数量 就是我们的 set表里面的 total amount 会员总数 1里面拿的是我们的 订单总数 然后的话我们将这个结果集 统一的 换成我们的data 然后进行返回就可以了 写的太慢我们的服务的语法上就包走了 下 s 我看我们这个gs加载的对不对啊 chart.gs 我看这个chart. 名字先生恰似找不到 好 只是GS就不爆错了 网络起就已经发出去 数据它也已经返回来 对不对 看这个数据都已经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展示功能 你那个点GS成功之后 那个GS就直接调用我们的方法 让它进行塞进去就可以了 它给它是什么 它给它的话 第一个是我们的会员的 这样它就通用了rs.data上传进去 此时它的结果就已经变成通用了一个结果 这里报了一个错 报了一个错 我们来解析这个东西就行了 这个Sense它没将这个东西放进来 这里报一个res找不到没定义 看到吗 这样的话我们的图它就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下面的话我们要会获取我们的定单的一些相关信息 就是财务信息 我们再有一个finance 放进来 然后在我们chart里面定义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将它的结果集已经返回来就可以了 它的查询方法跟它现在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它但是它没这么大 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画图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很多代码会重复写 但是这个在我们业务里面是没办法避免的 查询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这个地方它就只有一个 它就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日营收情况 日营收 这样一个过程 那完了之后的话 它就只有一条线 它没有两条线 日营收情况 它要取的是我们的 在里面表里面 偷偷配 产兰是finance 看看它报什么错吧 金额 金额的话把它转化成我们的福点形 它跟我们的小程序里面呢 它也不能转化成节省 把两张图它就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我们图表的功能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图已经可以展示了 但是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一种优化 将我们这些图的颜色呀 线的颜色 上面的点的大小 以及我们掐的这个头部的信息 以及左边的这个外轴的一些信息 都把它进行优化一下 关于我们优化的话 我这里给大家焦准 我们帮大家如何去取啊 我们所有的在目客网的代码 我们都放在gator里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完整圆码 找到对应的文件 web static gs 它有一个chart.js 它这里面是它写了一些公众的 例如说 它这里有一个设置 它统一的配置信息 例如说是否有些导出 是否有一些权限信息 还有credit 这个东西 它都把它自为 它线条的颜色呀 title x标走 y走 这些这些设置 这些设置的话可以让我们展示 就相当来更美丽一点 啊 你看它的装拉应的方法 它其实做我们这个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它只是在我们的 某些地方加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啊 假如说我们首先来说的话 看看我们跟它的差别 打开我们的chart.js 第一点差别是 它的方法里面有一个nagent 它是将我们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的右上角去了 看到吗 然后的话 它还有一个retitechart 它把这个chart将它返回去 这样的话它其实更有适用性 因为它有可能我们调用这个方法 基本上它要使用我们chart这个值 它上面有一个set option 它就是设置我们通用组件的一些东西 在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将它复制过来用的 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我 在长时间使用里面总结出来的 我们现在就说用起来方便的 或者说它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图的一个美感的 它这里的话只要我们在画图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要调用一次 在我们已经调个.js里面 然后将这些东西调用一下 side option 我们看看效果是不是会好一点 看了啊 标题都没了 外走的这边标题也没了 在的话展示下来就好看一点 然后这个线的颜色它也变了 它不是单调调颜色 这样看的话我们整个 形象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样的话关于我们图标展示的优化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给大家来统一讲解一下 我们统一管理这块功能的一些相关说法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